昨天下午,毛新宇来到位于茂名路上的毛泽东故居参观 认真倾听讲解员介绍革命年代理爷爷毛泽东以及伯父毛岸英 父亲毛岸青在上海的生活经历 看着一件件历史资料,毛新宇感慨颇多 并欣然为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留言 纪念建达90周年 我来这非常高兴 我提前写个7月1吧 写个7月1 毛新宇建议,场馆在展示方法上要有所突破 能够引用现代科技手段 现在你们这一大或二大 现在有很生动的那种 就是那个什么图像 就是那种电脑 电脑那种活动的多媒体的那种 相关面的那种 那个最好 你看电脑 你比方说你这一大 你这狼狼列宁派了维京斯这么多人 你用这个电脑 把它就像放电影呀 电脑那种生动的活动起来 毛新宇还参观了位于星夜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 这个地方地方很小 一共只有18个北方 地方非常小 但是意义非常大 意义太多大了 现在诞生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党 现在是8千万 7995万 你看他加了8千万党 现在这是世界第一大党 比较S